主要讲一下怎么去部署安装ESA主机 包括VCenter 然后第二专题主要讲一下怎么去创建一个虚拟机 包括创建虚拟当中有哪些注意的问题 第三个专题讲一下虚拟化网络 比如网络虚拟化的相关技术 第四个专题讲一下纯属虚拟化的技术 第五专题讲一下虚拟的管理 比如说怎么去做模板 怎么通过模板去部署虚拟机 怎么去做快道 包括快道是基于什么样的原理的 第六个专题讲一下VML当中虚拟化的高可用技术 包括高可用的相关的一个架构的原理 第七个专题讲一下VML环境当中DS这个技术 最后一个讲一下VCenter的备份的还原 那我们先开始第一部分 第一个专题 第一个专题我们主要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说从实验的环境当中 我们怎么去安装一个ESI的手机 怎么去部署VCenter 然后呢这个环境的搭建 是我们去按照这个TOP来搭建的 首先这个TOP当中需要安装两个ESI 第一个ESI它的FD值是11.100 第二个是11.101 然后共享存储是11.102 VCenter的11.103 这就是我们未来要把这两台主机 把它去放在一个机器里面 管理一个顺畅环的机器里面 然后呢共享存储是用IVSIM 用IVSIM的架构来模拟的 在我们安装完之后呢 再把理论部分讲一下 什么是虚拟化 到底虚拟化是有什么样的特性 虚拟化的四个本质特性是怎么理解的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VCenter 这个管理平台它到底能做什么 第三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通过扣端 去不同扣端来管理ESI主机 包括怎么去管理VCenter 好 那下面我们开始第一部分 ESI的安装部分 ESI的安装部分呢 首先大家去找软件包 这个软件包是我下载下来的两个软件包 第一个软件包是代表安装ESI主机 就安装那个虚拟化超多性的那个镜像包 这个包的大小是300多兆 另外一个包是VCenter 这个包是三个多兆 那这些包去哪去找呢 首先我们登录VML的官网 登录VML的官网 VML叫tom 然后登录到VML官网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左侧有一个下载 在下载的中间有列叫免费产品试用版 我们选VSFile这个超连接 在这个页面里边去下载箱的软件包型 然后看到在这里边 它右侧显示说注册下载60天的试用版 就需要我们来去注册账户 我们现在我已经注册了一个账户通过客户账号 点我有账户 这个账户是免费注册的 点登录 登录进来的 大家看下面有下载软件包 这个下载软件包 大家看到有一个ESI ISO镜像的包 这个包是2017年7月27号的包 6.5.0的U1的版本 332的镜像包 而且包括这个包里面包括 VML Tools这个包 然后另外一个包 我们需要下载VSenter VSenter呢 它我们这个网上有两种软件包 一个是GLINY架构的一个ESI镜像包 一个GWindows 那么在企业环境搬用哪个呢 在生产环境更多是倾向用低 如果是用Windows的话 首先 首先我们需要买Windows社会的授权 然后还需要买Windows社会环境下的数据库 包括社会社会的数据库的授权 这样下来整个的一个成本相对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 如果选择LINY架构的VSenter 首先 我们数据库是开源免费的 只需要买VSenter的授权就够了 只需要买VSenter的授权就可以了 不需要在像Windows需要买两种授权 一个是买Windows社会的授权 还需要买Sore或者Auto的授权 所以我们现在点开G-Linux的 这个Linux它应该是属于输水Linux 就是输水Linux 然后呢 这个Center的VSenter Server呢 这个包稍微大一点 这个包的大小 我们可以看一下偏大一点 这个包VSenter Server 这个包简称叫VCSA 叫VCSA 也就是它是属于 在G-Linux 输水Linux的上面 然后呢 安装好这个VSenter 然后呢 这个包里边 它到底有什么内容 我们会看一下 这包大家看是最新的 2018年1月9号的包 6.5.0UEE3.3一个G 然后呢 这个包里边的内容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个包里边 大家看 这是我们ESI的一个安装包 我们看一下这个 里边 刚才看到那个VSenter 这个VSenter包呢 这包里边 其实有好多的目录 那么后面有 这里边 其中有VSenter的一个 OVF的一个包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里边是由 它把那个VSenter Server 安装后了 导出一个OVA的文件 这个相对是 在舒适Linux上面了 把VSenter Server 安装之后 把这个讯息了 导出来一个封装文件 好 那下面就开始 第一个环节 我们去安装ESI 这个ESI的安装呢 我们一般的话 是有两种架构的 第一种架构 我们叫裸金属架构 叫裸金属架构 那什么叫裸金属呢 裸金属架构就代表 我们去装虚拟化的操作机能 是在服务器上面 在裸服务器上面 直接去安装ESI操作机能 这是在目前 室内海军工的最多的一种架构 直接在服务器上面装 这个ESI 也就是说 相当于 我们裸金属架构的 最底层是 裸服务器的硬件 在硬件上面呢 去安装 这个ESI 安装ESI 在ESI呢 我们统称为 VMM 虚拟化操作系统 虚拟化管理操作系统 然后呢 在ESI上面 去再去安装 后面我们各种操作 操作虚拟机 这个属于虚拟机的一个界面了 虚拟机层面 整个来说 跑虚拟化之后 就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属于硬件层面 第二层代表虚拟化操作运动层面 第三层代表 打完虚拟机的层面 好 在下面呢 我们就说 这种架构就属于裸金属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部署管架 用的是第二种架构 第二架构叫什么呢 叫束主机架构 束主机就是我们 用来学习环境 测试环境的架构 所谓束主机就相当于 大家看什么叫束主机架构 束主机架构 就是我现在这台笔记本 在笔记本上面 来去装一按筛 但是我这个笔记本 它是用的是 Win10的操作性 你看 这个笔记本的电脑 它的硬件部分 跟软件部分 咱们分别看一下 硬件部分是爱物处理器 2.6G是适合的 然后16G内存 然后目前这个系统是Win10 这是我的束主机 在束主机上面 怎么装一按筛呢 还需要去安装一个 Win10的一个软件 就是安装 有一个Win10的一个 Win10的软件 就安装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是可以去 Win10官网去免费下来的 这个软件 大家看目前我这个软件的版本 是用的12的版本 用12的版本 然后呢 这个软件安装之后 我们通过这个软件上板去安装 EI3 包括在EI3里面 这些装虚拟机 是这么个模式 这种架构叫 宇宿主机架构 但这个架构 只限于咱们学习环境 电影环境 盛量环境是不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盛量环境里边 如果用这种架构的话 你宿主机是装的 Windows温7 或者WindowsSowa 一旦宿主机有问题了 这里边的所有机都就不能用了 好 下面我们来去通过 这个Win10这个5J软件 来去安装EI3 怎么安装 开始 我们点文件新建训积 然后点下部 点下部 稍后安装操作机 然后点下部 然后呢 这里边有Win10这个版本 它目前最高应该是6的版本 其实我们装了6.5的版本 没关系 你就想6 然后点下部 然后下面点浏览 这个浏览你说你 这个EI3要安装在你 宿主机的什么目录下面 我们计划把EI3装在F盘 在F盘里边 大家看我新建了一个空目录 叫ESSI-1 我们安装这个目录下面 好 我们选F盘 选I盘 EI3-1的目录 然后这个名呢 我们可以改个名 第一台EI3 然后第一台EI3 然后点下部 硬盘大小 注意 EI3本身 我们安装完之后 它占空间有几百兆的空间 占空间很小 但是因为我们后面要在第一个EI3上面 去部署VSenter VSenter之后呢 它对硬盘要求是比较高的 它对硬盘要求要将近一百兆的硬盘 所以这个空间我们要大一点 然后呢我们用多少空间呢 我们用500G空间 注意 那500G我们要注意 我们现在我的电脑的F盘 实际上只有100多G的空间 但是说我们这儿是有500G 不是说上来就把F盘的500G划分给我们了 这个不需要关注我们目前容量 F盘是否够500G的空间 好 然后点下部 然后选制定硬件 在制定硬件当中 首先先看处理器 处理器 因为我这个笔记本的电脑是四核的 当你选八核 如果你要选超过四核 它要去拨错 它就说告诉你 你目前的核心 你超过了你速度的核心数 好了 然后呢 为我这个电脑是四核 能选四核 另外一部分要把 我们CPU的VT-SG虚拟化的技术打开 因为我们最终要在ESI上面 就在ESI上面 就在VMM虚拟化超级技术上面 要去部署各个虚拟机 所以需要把VT这个空间打开 然后另外一部分 把内存设置 这个部分呢 需要设置多大核 我们在测试环境里边 测试环境里边 我们下面是属于硬件 是吧 下面是硬件部分 硬件 然后呢 中间要去装ESI 中间去装ESI 在ESI里边 去嵌套 第一个虚拟机 就VSenter 而这个VSenter 虚拟机 它对整个支援要求比较高的 这个VSW 在六点五百门里边 它要求VSenter 的内存大小 至少的十个G 至少的十个G的内存大小 这个我们在模拟环境里边 要想装ESI 第一台ESI 要把那条调大的 调至少要大于十个G 我这个笔记本是十六G 那我现在调成十三个G或十二G左右 十三个G 十二G都可以 好 然后呢 点 看这个 网络适配器 这个网络适配器怎么理解呢 你看这个网络适配器 这个网络适配器 通过是耐克模式 耐力模式 还有一个叫主进模式 还有最近 这个怎么理解 还有一个叫桥接 好 先关闭一会再看这个东西 就是说 要想理解这几个模式 首先大家看 点 编辑 编辑里边有 虚拟网络编辑器 这个虚拟网络编辑器里边 可以看到 目前有三块 两块网卡 第一块网卡叫VMnet1 它的类型叫主进模式 然后这个地址 目前地址段是 111.0段地址 也就是说 这个地址段 可以人为改变的 我们点 DCP设置 可以看到 目前 它获取的地址段 是只能获取 128到254地址段 也就是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安装虚拟 用主进模式 实际上它末的话 就用这块网卡 用这个网卡 VMnet1网卡的地址段 也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动态获取 还是静态设置 要用主进模式的 这个网卡 必须设定为 111.0段地址 10段地址 如果说 我们要用 Nite模式 说白了 它末的话 去用VMnet8这个网卡 而VMnet8这个网卡 目前地址 是零段地址 也就是说 假如说 我们那个安装 ESI用Nite模式的网卡 那就是你将来 设ESI地址 必须设 40段地址 当然它也会 真正能获取 获取 40.128到254地址 还有一个情况 用桥接模式 桥接就是说 你要设定为 跟你物理网卡 你跟谁桥接 跟谁设一个断地址 比如说 你要去桥接 选桥接的话 你要用物理网卡桥接 能跟物理网卡 设一个断地址 好 但这些地址 也是可以更改的 好 那怎么更改呢 比如说 我们要想改 第一个VMnet8的网卡 给更改设置 给了更改设置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也可以去修改 修改这个 VMnet8网卡的地址 这个地址可以改 在没改之前 它是 现在是用11的地址断的 而且 这个VMnet8 这个网卡 它的地址 应该 默认的话 是1111.0的1点地址 你可以看一下 好 这里边 可以看到 目前 这个VMnet8这个网卡 目前地址断 它自动丰沛 这个11.1的地址 也就是说 这个地址 我们后来 后面用于 它来做网关地址 好 再回到这个界面里边 我们再去点 编辑运机设计计 所以大家通过这个过程 我们应该知道 网络编辑器里边 这三个模式 怎么用的 一个叫内的模式 一个叫主机模式 我们在练习环境当中 尽量别用 调节模式 用内的模式 和主机模式 也就是说 用内的模式 它默认的话 会去找 这个VMnet8这个网卡 用这个网卡地址 相当于 党方看到 用40段的地址 如果是用 主机模式的话 它默认的话 会自动去找 VMnet8这个网卡 这个网卡 党方看到了 它第一段的 111.0段的地址 好 那现在 我们就直接 可以选 主机模式 用主机模式 主机模式 我们就相当于 我们或者选 最近里边的 这个VMnet8都可以 是这个主机模式 好 然后再过来 点光区 光区呢 我们去 去连接 刚才下载下来的 ISO镜像 这个镜像 就是我们从 VMnet8官网 下载下来的 那个软件包 300多道软件包 好 6.5U1的软件包 这个包 目前300多道的软件包 然后点 连接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把 整个在 VMnet8这个 Workday软件里边 去创建了一个 虚拟机 ESI 这种架构叫 速度机架构 然后点 开启虚拟机 开始安装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出现安装界面 一部分叫安装 第二部分叫 从电盘引导 我们应该是安装 出现安装界面 这个 ES的安装 还是比较简单的 中间只需要 我们设一个密码 就可以了 中间别的 是不需要 左外设的 是不需要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安装ESI 它已经检测出我们这个操作系统的物理主机的配置 是4VCPU,12FG的memory 然后出现这个界面之后了,我们就直接回车 让FC 注意我们在第一次用VML这个维电软件的同学要注意 这个软件的应用方式要注意 如果当鼠标点进来 鼠标点进来,比如说我们按了汇车了 然后这是设键盘,用确准过认的汇车 这是让你设ESI密码 在ESI密码的话,必须设七位数密码 比如设1234567 确计密码1234567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鼠标点进来之后啊 要不让鼠标切换出来,我们现在用FCE去安装了 怎么把鼠标切换出来了? 按Countout键 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有一个Countout键的提示 我们通过Countout键 然后把鼠标切换到数数据的外边 然后如果要想再把鼠标点进来 那把鼠标挪到中央的区域里面一点,就把鼠标进来了 这就是我们要第一次用这个软件,大家要注意点 好,下面我们先让它安装 好,我们发现已经安装完成了 所以整个来说,安装ESA是很简单的 安装中间最需要一些设置密码 其他都可以简单的默认 比如说有NFC的 安装之后需要做什么设置呢? 我们按F2进来 F2进入安装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按F2之后 这个界面是这样的 看下车 下面有一个F2 右边有个F12 F12可以通过它来关机这个键 F2可以自己设置一些各种参数 现在我们用F2 root密码是安装设定的123567密码 然后呢,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地址是111.128地址 那这个地址怎么扩人呢? 这个地址右边有个扩骨叫DACP 这个地址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来源是这样的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ESA在装的时候 用的是VM9E这块网卡 这个网卡是主机模式的 然后这个网卡在点编辑 里边,是网络编辑器里边 这个网卡 它在右边的DACP设置里边 它的地址70地址是128开始的 结束地址254 也就是它或许通过这个地址当中 拿了第一个地址 好了,下面我们在顺畅环境 一般是不用DACP的地址的 而是用静态设定的ESA地址 怎么去设定的地址呢? 下面看一下它里边的具体 关键参数设置 按F2进来 我们输入刚才的安装密码 然后再去按F2键 再次按F2键 这里边有几个选项注意 第一个选项是配置管理网络 配置管理网络 就是给我们这块网卡 给这个ESA主机设置它的网卡 这个网卡呢 目前我们这个ESA只用了一块网卡 我们现在它默的话是自动获取的 现在我们选静态地址 按空格键 按空格键 然后把光标挪到 像F地址 我们设为 192.168.111.100地址 按照咱们图部规划 网关 192.168.111.1 注意 这个网关 我们必须要设定的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高可用的几个方案当中 每个ESA它会用到网关地址的 所以这个地址要注意要设 而且这个1.1地址是必须可达的 现在的地址里有效地址 好了 然后我们挥车 IP力就不用管了 不用管 然后再按ESA键 返回到上级 它会问你是否要确认配置 我们点Y 好了 然后再回到这里边 有一个重新管理网络 测试管理网络 测试管理网络 就是说它要测试你这个网关 是不是可达的 我们挥车 它去开始PIN网关 它后面说OK 代表目前网关是通的 就是DSI主机跟网关是可达的 好 还有部分要注意 这里边有个叫排错选项 这个参数里面要有些关键点 我们看目前ESA的SELL跟SI 都是属于进入状态 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说ESA装安之后 怎么来管理ESA 目前的方式有两种方案 一种就通过CNI命令行管理 一共通过图形界面 命令行管理 目前我们一般是通过SSH来管理 通过走二端口 而图形界面的JUI图形界面 我们要通过Web Web Cloud 来管理 但如果说我们不开启 不开启这个SSH的话 我们还测一下它是什么状态 好 我们先装安之后 第一步先测试 192.168.111.100 这个ESA是否是可达的 也就是目前我们宿主机 在Win10上面去PINESA 只能PIN通的 就证明网络是可达的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找一个CRT软件 通过CRT软件来去连接DSA 看它默示是不是让我们连 这是原来我加的 我们先把它删掉 重新建一个 新建绘画 我们先用SV1的版本 点下部 192.168.111.100 用后面 root消息 大家要区分 好 然后完成 点连接 但是我们点连接之后 大家会看到是没有响应的 这就是为什么呢 就代表目前ESA主机上面是没有开放二端口的 没有开放SX服务的 能办了 我们去把这个服务打开 点回车 回车 回车之后 我们会看到在右侧 在右侧显示说 S已经被启用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通过刚才SX转件再进行测试 好 我们再去点右键 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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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重连呢 它显示一个错误 说 显示要求的喜业的版本 是用的是2.0版本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是1.0版本 人要求的2.0版本 它说喜业版本不具备 那怎么办 我们去点绘画的选项里边 把版本改成2.0版本 改成2.0版本 这个时候再去重连 重连之后 大概你这种想法 密码就是我安装设计密码 1234567 也确定 好 这就是说 我们安装EI3N之后 把SS端口打开 把S服务打开之后 可以通过远程扣端的连接页 EI3N之后 这个连接页有什么意义呢 将来比如说 通过远程 给EI3安装相对去驱动 都是很有用的 然后同时也可以看一下 安装 它这个系统里边 安装哪些东西 我们通过UNAME-A 可以看到 它这个系统 它的系统 它是 这是属于 的版本 这是代表它的一个版本 X86 EI3 显示EI3 然后 这是它的一个 木版本 然后 我们通过-L L-L 可以看到 在根目录下面 安装了这些目录单 看到 跟LIN目录是很类似的 以本身 这个EI3 操作系统 它也是 好多地方操作方式 跟LIN很接近的 然后另外可以看一下 通过DF-S 可以看一下 这个 EI3上面 整个装完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装下来 大概也就是 总共的占空间 也就是将近 一个G左右 大家看到这是用的空间 一个900多兆 一个是147兆的 整个下来 占的空间 也就是 一个G左右的空间 然后另外看 3D-L 可以看到 这是代表 EI3 安装完之后 它的一个封区 封区的 这个类型 封区的 封造区 这个都可以看一下 好 这是怎么通过命令和管理 那另外的方式 我们安装EI3之后呢 怎么通过 图一界面的管理呢 这个图一界面的管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张胶片 就告诉我们 一个EI3 装完之后 是可以通过 主机CLIDE 这个图一界面管理EI3 好 就这条件告诉我们 是可以通过图一界面的CLIDE 来管理EI3的 这个怎么管呢 我们直接通过浏览器 比如通过火壶 打开EI3 就可以管理了 15192 168 111 100 大家看到 就不需要 就是这个浏览器 是不需要安装任何的 其他的障碗插件的 因为 我们点 点高级 比如说 点然后点提供内外 好 然后这里边 大家看到它会自动跳转到一个 UIA下面 就UIA就代表通通界面的界面 用户接口 这就会打开一个 EI3的一个web界面 用户名去root 用户名root 密码就是我们刚刚安装的 123.567的密码 登录进来 登录进来之后 就代表 这就代表为一个EI3的一个web界面 web界面 这个界面 成家的 好 我们看 现在已经通过web界面登录进来了 登录进来之后 它就告诉我们 目前我们是屏幕模式的 它有效期60天 60天 好 然后呢 这里面目前这个EI3上面 它是没有任何迅迹的 所以是一级为零 好 这就代表我们整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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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